哈喽大家好我是未未先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未未开箱 如果你是以下身份的朋友请注意 第一个就是喜欢下厨的新好男人跟女人 第二个就是需要做宝宝副食品的新手爸妈或是阿公阿嬷 第三个就是你是有养毛小孩的宠物主人 第四个就是喜欢在家里打新鲜果汁自己喝的人 其实就算你不是以上身份的人也是可以看啦 今天要来开箱的东西啊 堪称厨房家电界的皇室 就是这一台 这个名字也真是有够长的啦 为什么我会买这一台呢 虽然我本人不是主夫 但是呢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喜欢下厨做菜的厨娘 我自己呢是喜欢在家里面打新鲜果汁喝的人 那我就依上我们两个的需求 上网评比了一下之后呢 我决定选择荷兰公主这台首十四食物调理机 我买的是豪华组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里面有哪一些配件吧 第一个是它的说明书 这一支是搅拌棒的主机马达 OK那这个呢就是不锈钢的小刀切碎片 不锈钢打蛋器 这个我老婆非常需要使用 800ml的凉杯 500ml的迷你切碎盒 里面是含有刀片的 这个呢应该是拿来挂配件用的 那我买的这一组呢就是豪华组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配件组 简配组呢就是一支搅拌机马达 搭配不锈钢的小刀切碎片 还有一个800ml的凉杯 这样子是简配组 旗舰组跟尊爵组 那这两个呢 因为我买的是豪华组 就没有买到旗舰跟尊爵的配件 那就用照片给大家看啦 另外还有一个我没有买尊爵或旗舰组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家之前 已经有买了一台食物调理机 切碎片啊或者是刷枪的功能 所以我就没有再买旗舰组 但如果你们家没有食物调理机的话 这一个可以直接买到旗舰组 因为它会多了一些削刀的刀片 不管是副食品啊或者是做宠物的饲料的时候呢 都可以有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美败 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会买这一组我所看到的亮点 第一个呢就是搅拌机马达 它的转速可以高达18400rpm rpm的全名就是revolution per minute 一分钟之内可以高达18400rpm 然后再另外加上它有1到9段的变速操作 第二个呢就是它所有的钢材都是用304不锈钢的 它可以好清洗耐热抗锈食各种冷热的食物 它都可以轻松的料理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一个配件支架 这整个呢就变成配件的收纳架 那这个主机呢你也可以去插在你比较经常使用的刀具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组很好收纳的一个食物调理机 手动商品展示架 那最后呢就是它全机整个保固是两年 以上这几点呢就是我会买这一台我所考量到的一些优点 说到这边呢我已经开始有点口渴了 所以我决定待会去拿这一组直接先来榨个果汁喝 Let's go 你 你